旋转180度把下面转到上面来 以第一排为中心 上面和下面是对称的 所以上面也要边和下面同样的四排 把教程倒为去 倒到刚才的第二排 然后对照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排的编法 把上面的第二到第五排四排也编上来 教程是一样的 我就不重复录了 上面的四排也全部编好了 底部一共是九排全部编好了 然后这边是我们开始编的第一朵 把这边还是转到这边来 全转180度 以第一朵为基准 从这个角开始编高度方向第一圈 一二三 从第三个交叉线的位置开始编高度方向第一圈第一朵 编法都是一样的 两条交叉线都是左边的条先折下来 然后右边的条把左边的条套在里面 接着再加入一条横条 加入的横条是11号线短边上面留长15厘米 穿线规律都是一样的都是拿下面的条从前面的两个孔穿过去 然后再从前面的两个孔穿过去 第三条同样先拉紧下来 然后也是从前面的两个孔穿过去 再收紧条 下面这两朵都是正常的两条交叉线 按正常的编把编过来就可以了 这三朵按正常的编把编过来了 编到正面与侧面拐角的位置 这里只有一根竖条没有交叉线 这个位置我们给它借条 把这一条借过来和它形成一个组合 编一朵 都是左边的条先折下来 然后右边的条把左边的条套在里面 这个规律是不变的 然后横条再套过来 双线规律也都是一样的 都是从前面的两个孔穿过去 再收紧条 拐角的地方条一定要收紧了 拐角的这一朵编好了之后 然后转到侧面 侧面的编法规律是挨着的两条一个组合编一朵 都是挨着的两条一个组合编一朵 编法跟刚才这个拐角的这一朵编法是一样的 挨着的两条一个组合 然后都是左边的条先折下来 然后右边的条把左边的条套在里面 横条再套过来 穿条规律都是一样的 每一条都是从前面的两个孔穿过去 这个规律也是不变的 下面这里都按同样的编法编过来就可以了 挨着的两条一个组合 侧面编了七朵 编到最后一朵第八朵先不编 注意看这里是正面都有正常的两条交叉线 这一条是正面和侧面拐角的地方 这里只有一根条 而刚才这个拐角一样要借条 所以要把这一条借给他 等一下这两条一个组合编一朵 那这个位置就是剩一根条了 所以这个位置要给他加一条竖条 加的条是12号线 短边上面留长10厘米 加的条被套在里面 然后行条再套过来 穿条规律都一样 都是从前面的两个孔穿过去 短边的这一端线头先放到里面 然后这一朵就是正面和侧面拐角的地方 同样都是左边的条先折下来 然后右边的条把左边的条套在里面 最后横条再套过来 穿条规律都是一样的 三条线都是每一条都是从前面的两个孔穿过去 一定要收紧条 不包括正面和侧面拐角的这两朵 侧面一共18朵 正面这里都是正常的两条交叉线 每两条交叉线一个组合 按正常的编法编过来就可以了 正面编过来了 右边到正面和侧面拐角的位置 这里只有一根竖条 同样要给它借条 把这一条借过来 这两条一个组合编一朵 编法规律是一样的 都是左边的条先折下来 然后右边的条把左边的条套在里面 最后横条再套过来 穿线过程都是一样的 每一条都从前面的两个孔穿过去 我就不再入过程了 拐角的这一朵编好了之后 转到侧面 这一边的侧面的编法 跟对面侧面的编法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挨着的两条一个组合 编一朵挖朵 按同样的编法编过来就可以了 同样的侧面编到最后一朵的时候 是要加条的 把这一条借走 等下跟拐角的这一条一个组合编一朵 然后这一条我们给它加一条竖条 加的条同样是12号线 短边上面留长10厘米 加的条被套在里面 横条再套过来 穿线过程都是一样的 我就不重复录了 短边的线头先放到里面 接着编拐角的这一朵一样的都是 左边的条先折下来 然后右边的条把左边的条套在里面 最后横条再套过来 穿条过程都是一样的 我就不录过程了 拐角这一朵编好了之后 拉到正面 正面都是正常的两条交叉性 按正常的编法编过来就可以了 编到最后一朵 要首尾连接起来了 两条交叉性 左边的条放在里面 右边的条压在外面 然后右边的横条套过来 把两条交叉线套在里面 然后左边的横条往左折 再放到里面 和右边的横条并排对齐 然后这一条从这个孔 从里面往外面穿出来 也就是从这一条的根部的右边穿出来 同样的这一条也是从它的根部的右边这个孔穿出来 然后就按正常的方法穿条 这一条从前面的两个孔穿过去 这一条也是从前面的两个孔穿过去 最后再收紧条 里面的两条横条 里面的两条横条往两边收紧 调整好了之后 转到里面去藏线头 两条分别往两边的挖斗里面 长线 按同样的穿吧 穿过来就可以了 如果线头不好穿过来 可以用起始先松一下 拉紧过来 这一边也是一样的 按同样的穿打穿过来就可以了 分别往两边藏三到四朵就可以了 藏好线之后 然后转到正面去检查 连接的这一朵 有没有被拉变形 如果变形了要再调整一下 没有变形之后 然后我们再点一些胶固定线头 在连接的这一朵挖的里面 点一滴胶水粘贴固定藤条 点一滴就可以了 不要点太多 点多了胶水 会露到外面 会不好看 也不要用手直接去按压 会粘到手上 用起子稍稍按压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左边再粘一朵 点好胶水之后 用起子按压一下 接着右边再粘一朵 同样点好胶水之后 也用起子按压一下 最后再把两端的线头 直接剪掉就可以了 下面把刚才侧面 加条的线头 顺着这一排的挖斗里面 藏过来 先用旗子 松一下 按同样的穿法 穿过来就可以了 这一条就全部藏过来了 然后在这一朵挖斗里面 也点一滴胶水 粘贴固定藤条 同样用起子按压一下 然后把前面的线头 直接剪平就可以了 这边这一条就藏好了 然后转到对面 这边还有一条 这一条也是按同样的方法 顺着它的方向 从前面的这一排挖斗里面 藏过来就可以了 同样这一朵也要点一滴胶水 粘贴固定藤条 最后再把线头 直接剪平就可以了 这样高度方向 第一圈就全部编好了